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少人问疫苗到现在的进展是怎样 我早几天就看过一个JAMA的interview 就是美国医学期刊访问Anthony Felci 大家留意一下特朗普的记者会 后面经常有医生老老地白头发戴眼镜 那位仁兄就是美国医神 即是神一级的人物 即是说他历任已经做过六届美国总统的医务顾问 主持人问到他疫苗的进展 他说了一件事我觉得都是比较鼓舞的信息 疫苗的测试需要起码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一些动物的测试 看看疫苗安全程度有没有问题 第二个阶段就开始在人类测试 通常是小规模的 试试不同的剂量 还有看一看保护效果是否可以 第三个阶段就是再牵涉多一些大量的人去做 疫苗就不同于药物 药物的研制到推出市场的过程可以快一点的 因为药是用在有病的人身上的 所以一定程度的副作用我们都会接受的 但是疫苗因为打在健康的人身上的 所以一般就绝对不希望有任何重要的副作用 因为本身健康的人 如果你打了还病的话 那当然非常之不好 Anthony Felci 提到现在有几十家公司 正在做疫苗 这些公司都在第一阶段的研究 尾段差不多进到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最重要的是 2004年的沙士研究疫苗的时候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一种情况叫做enhanceme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沙士的疫苗在动物测试里面 就发觉那些动物打了这个沙士疫苗之后 接着被它再感染沙士病毒 那病更严重了 发展这个新冠肺疫苗 最重要是看看有没有这种enhancement的情况 如果没有这个enhancement的情况 就可以很快就进到第二个阶段 Anthony Felci 提到一件事 就说假如第二阶段的研究 看起来是很顺利的 就是说保护的效果相当不错 而测试的人数已经够多 那么安全性又OK 没有enhancement的话 可以直接就要求FDA 去申请一个紧急的认可 让它立刻可以用在人类那里 因为之前都一直说 疫苗可能都要18个月 它意思就是说 如果真的一切顺利 其实就未必需要18个月 希望它真的OK 早点有疫苗的话 我们现在的艰难日子 希望早点过 很多人会问的 就是说 是不是很多人 有这个病都是没有病征呢 现在我们对这个病了解 都不是算太多 但是至于你说 是不是大部分人都是没有病征呢 其实应该不是大部分的 那么多数人呢 其实是有病征的 就是比如最典型呢 就是发烧 发冷 周身骨痛得很厉害 累得很厉害 走两步就已经觉得累得很厉害了 就是一定要坐下 躺下 咳嗽 咳嗽 这些就是最常见了 也有些人提过 就说是没有了美国 不过我今次就想提一提 因为老人家 抵抗力都是比较弱一些的 那么他就因为就算感染这些新冠肺 他那个免疫系统因为效果不太好 他很多时候都不能够引起一个发烧反应 那么反而就是病可能在老人家身上 病毒不断复制影响了很多器官之后 他才有些病征 也有文献提到老人家有时候他就不发烧 但是突然间病征可能就是神志不清 累得很厉害 常常想睡觉 乱说话 发烧的反应就会警告 就是引发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 去做事尝试去控制这个病毒 但是老人家因为抵抗力不好 就没有了这个发烧反应 那些病毒在身体内不断复制 影响了很多东西 影响了中枢神经 影响了神智 所以如果家里有老人家的话 如果你突然间发觉他可能 就没有什么消息也好 或者可能有少少消息之后 或者好像伤风感冒之后 突然间个人乱了 那就都要考虑去做一些测试 就最稳固 常常都有人问 究竟我对疫情的前瞻是怎样的呢 它应该会维持多久呢 这件事没有人说得实的 但是似乎大部分的专家 现在都同意一件事 就是说这个病毒不会那么容易在地球上消失了 之前的人想着 好像沙士到了天气热 那已经没事了 维持几个月就应该过去 沙士不是一种很成功的病毒 它不是很成功的在人体数有效的传染 其实这个冠状病毒 已经不是第一次感染人类了 它已经发出了很多次警号 沙士是第一次 中东呼吸症后 COMERC是第二次 其实这两次都已经警告了我们了 但是我们两次都没有好好吸收教训 幸好上次那两次 它不是很成功适应到人体的 所以它传染的范围就不多了 如果它传染范围不太多的话 其实可能短时间之内可以控制到 但是第三次 这次我们就不幸了 这种新冠状病毒 已经完全适应了人体 它传染到人体的程度 已经的范围大到已经全球化 你已经没办法 就很容易地把它弄走 就像流感那样 基本上很难说就这样就会过去 早前袁具佣教授都说 在武汉回来的香港人 只有5%的人 就对这个新冠肺有抗体 如果我们当这个新冠肺的病毒 就是说1个会传多少人 那个数字是1个人 会传3个 这样计算 我们要至少60%的人 需要对这个新冠肺有抗体 疫情才会容易受控 当初武汉 它封城封得这么厉害 我觉得它因为爆发得很厉害 对这个新冠肺有抗体的人 当然应该不会像香港人这么少 应该就可能会高一些 但是它以往的经验 比如好像流感的经验 比如1918年西班牙流感 或者2009年猪流感的经验 它一般都有好几波 有好几波的原理 就是一波里面 只能够可能 比如说 有些研究就说 比如说 在猪流感 这样计算 第一波之后 有些地方的感染 就算它大爆发也好 感染的人 只有20%左右 只有20%左右的人 有感染的话 这个疫情不能够受控 所以隔一段时间 可能天气凉一些 病毒又活跃过的话 就会又来第二波 到第二波的时候 可能又有20%左右的人 就再感染了这个病毒 再有抵抗力 慢慢到第三波的时候 差不多60%左右的人 都对这个病毒有抗体的话 这个病毒才会慢慢缓和 到有疫苗 有一部分人 因为打了疫苗 有抗体 再加上本身感染的人 有抗体 到了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对这个病毒有了抗体之后 这个疫情才会慢慢过去 很多网友都问 天气热会不会好些呢? 天气热会不会这个病毒消失呢? 这个病毒其实有两个主要的传播途径 一个就是飞沫 大家也知道 就是咳打一次的 另一个就是接触传染 就是咳打一次 咳打一次 咳打一次 咳打到台面 然后有些人摸到台面 然后碰到鼻 碰到嘴 或者门瓶 有些人打了黑痴 或者有些人打完黑痴 用手遮住 然后碰到门瓶 按了按键 然后其他人又碰到鼻 嘴 这样传播到 第二个途径 真的天气热的时候 就会少些 因为咳打一次 然后到台面 台面的病毒 如果周围天气很热 那么生存的时间 就会短一些 那么活性会减少了 那么经接触传染的机会 就会减低了 但是第一部分 经飞没传染的话 飞没就不会受温度影响 的哦 假如我真的带着这个病毒的话 我咳打一次的时候 当我咳打一次的时候 噴到别人那里的时候 那么噴到别人那里 这个距离那么短 我就算说周围的温度 38度也好 40度也好 多热都好 那么这么短的时间 这么短的距离 都不能够令病毒 减低活性 因为时间太短 距离太短了 那转头 那些飞没 噴到它那里的时候 它就立刻吸了下去 然后下了呼吸 然后就感染了 所以这一部分 天气热是没有关系的 热的地方 就算是新加坡 马来西亚那些 一样有的疫情就是这样的 昨天我看了一段新闻 就是一个英国的麻醉科医生 就是深切治疗部 那里做的 他说回自己的经验 很有趣 他自己感染了之后 他幸好就好了 他那个应该是威尔士 他那间医院里面ICU的病人 其实都相对年轻 全部都是五十多岁或者以下 他说二十多岁都看到 所以其实在英国爆发的情况 都相当严重 而且他说到 其实都很凄凉 因为这些传染病 很多时候病人到最尾那一刻 都不能够有亲人在身边 当然你说现在科技都可以用Facetime 希望家人都能够见到最尾一面 但是都说 这个ICU的医生 其实都见到很多生离死别的情况 他都觉得非常之惨 因为在这些时候 家人都不能够陪伴在身边 那种痛苦是难以形容的 再上一个星期我都看过 一些美国医生都说到 都要怨疑一些老人家 如果未写什么遗图的话 最好都是留定一些遗图 这样好一些 因为始终老人家都是高危的一族 那变了 如果真的有什么事的时候 再上写已经太迟了 总之非常之惨 所以大家要继续努力 我们绝对不要令到香港 要有些发生的情况 爆发得很重要 哪里都不能够幸免的 无论你的地位是怎样 你有多有钱 病毒不会选择人的 情况一不受控 其实哪里都会变成人间地獄 先说到这里 都提一提大家 我新开了IG币 里面都会说一些 比较生活化的东西 有些猫片 或者有些比较简单的医学讯息 大家如果有兴趣 下面我都写了一条link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再次多谢大家的支持 下次再见 拜拜